俄罗斯国王部14号宣布 俄军在夺下乌克兰东部 顿链茨克的一座村庄 乌克兰空军表示 在过去一个晚上发现76架 俄罗斯无人机来袭 俄罗斯击落了当中的72架 乌克兰一直向美国 以及其盟友施压 要求进一步松绑武器使用的限制 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武器 来打击俄罗斯本土的纵深目标 俄罗斯的官员放话 此举将会将战争 推向一个难以控制的升级阶段 还警告将摧毁乌克兰首都基辅 西方国家近期正在讨论 是否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 提供的远程武器 深入打击俄罗斯领土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 伊尔马克14号再度呼吁西方 解除对乌克兰使用武器的限制 他表示 俄罗斯发动的恐怖活动 始于俄境内的武器库 机场和军事基地 如果允许深入打击俄罗斯腹地 将加速解决问题 而俄罗斯方面就警告 如果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 打击俄本土 将令俄罗斯与西方间的紧张局势 进一步加剧 俄罗斯副外长 李亚布科夫14号表示 美国和英国正在将乌克兰冲突 推向难以控制的升级阶段 他称 俄方获悉 西方已旧是否允许 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 攻击俄本土 作出决定 并已将决定传达给乌克兰 俄方做好了一切准备 将以不漂亮的方式 作出还击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 梅德维杰夫就称 西方国家正在考验俄罗斯的难心 但任何忍耐都有耗尽的时候 梅德维杰夫指出 乌克兰入侵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 已经给了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正当理由 俄方最终可能会诉诸核武 或使用非核武 但极具毁灭性的新型武器 将乌克兰首都基辅 变成一片巨大的灰色的融化之地 即将于下月卸任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 相较于现在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以帮助其赢得俄乌冲突 北约本应提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从而避免这场冲突发生 他还称 俄乌冲突最终只能在谈判桌上解决 应在特定阶段就结束冲突 与俄方对话 但同时也要考虑乌克兰的实力 父皇卫视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